上一集我們說到 在村公社那裡突然來了一個算命先生打扮的人 用他的班把村民手裡的碗全部了解 那個年代那些地方的人都很窮 為了賭牛屎如果爭起身的話甚至乎拿工具打架都有 而金陵這個地方雖然大家都不是吃不飽飯 但是生活也不是好得很膠關 這樣就打爛了這麼大的碗 對於一般的家人來說都屬於貴重物品 現在這樣就被那個人用竹竿了解了 馬上有很多人衝起身就打架了 算命佬你搞什麼? 這個方言幾十里從事這個行業的都算有點威望 但是現在竟然將人家的飯碗打爛了 只見那個算命佬面對著群情洶湧也面不改色 他留著三女飄逸的長叔 不在乎地叫到 劉夫在救你們的性命 你們真是把息很大 竟然還鬧起我來 他被四五個人圍著 慢慢地後退 余光就向我們這邊望著 趁著自己還沒被圍著之前 就逼到我們身邊 拉著我衣服就說 小兄弟 你來平平你了 世間上哪一個不講道理的人 對於自己的救命因人竟然惡言相向 實在太令人絕望了吧 嘩 我被這個窮孫算命的拖 幫他頂住所有村民 那些村民都知道 我就抓住這條大魚的人 是上面的幹部 於是就不敢亂來 這樣才停了一下 不過還有些人不甘心 撿起地下 他幾件破碎的碗 笨笨不停地說 喂 我的碗是我娶老婆的時候辦的 這個碗底就印著它起字 這樣算怎樣 待會那碗我要大一點 如果不是吧 不用指望 看來這傢伙的罪名 簡直比殺人犯還壞 大家那種情緒上來 眼裡充滿著怒火 都死死地挖緊這個算命先生 我這個時候才有空打量一下這個人 只見他穿著一身 還算整齊的青衣長衫 拿著一塊算命不掛的旗番 還有揹著一個包袱 留著三撇鬚 都算有點先鋒度骨 連碎就不算很大 估計就是三十出頭四十左右 他聽到村民這樣說 眉頭一緊 將手裡的番向泥土一插 翻轉頭指著那鍋滾起的魚湯說 魚肉湯? 你們在想的是魚肉湯嗎? 哈哈哈哈 他輕密地翻轉頭望了眼 望見我們面上迷惘的表情之後 這樣才很凝重地說 我在遠處如來 隔有十幾你們 就聞到一股很濃烈的香味 一開始還以為哪裏死了人 沒想到你們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在這裡公開煮人肉 這樣也算了 這麼空寒非常地精怪之肉 竟然有人敢吃 你們這班蠢貨 只是聞到香味 就是不知道 鵝叔巴越是驕味 果實就越毒 蘑菇 越是好看 就越是毒死人 毒得快 這個人在這裡大放缺詞 主持這場餘宴的老知書 他就不肯了 三時之間 他都不記得 找他自己兒子的那件事 逼到前面 指著他算命孫生 就大聲計了 喂 你哪裡來的? 算命佬 在這裡裝鬼裝馬 不要以為我們鄉下人好蝦 什麼精煮人肉 這個鍋裡面明明煮的就是魚 全程我都看著 除了魚 你找到別的東西了 什麼兇殺 剛才我老夜我都吃了肉 喝了湯 你看我現在有什麼問題 他白著胸口大聲地說 而算命先生打量了他的眼 突然冷笑地說 嘻嘻嘻嘻嘻 果然是老爸債的兒子還 你不相信 那我就嚴正給你們看 他這句說話說完 旁人也沒有看見他怎麼動 身體樣樣 已經移到鑊旁邊 緊接著他和剛才婚禮的年輕人 林傑手裡接過那隻殼 在鑊旁邊出來一攪 眉頭就越緊 那些村民看他這樣 都紛紛大聲叫 喂喂喂 傑仔 不要給你老肯佔便宜 那些死乞丐 說不定過來搶食 在一片沸騰聲中 那個算命先生突然飛出一腳 直接踢在造上的鑊上 整鑊一聲他們翻過來 一聲巨響之後 半隻鑊半隻鑊都砰爛了 裡面的龍白色湯汁擠到四圍都是 而造台下面的火焰 雜時之間也噴一聲 足足串了三四米高 差點那些火都舔到這個算命先生的眉頭 這下很突然 所有的人都嚇了一跳 當眼見這隻鐵鑊已經跌在旁邊 大塊大塊的魚肉和湯汁全部都灑在地上 這個時候不要說村民了 連我也覺得這個算命佬是過來搞事的 我眼見前面二十多個村民 雜時之間全部站起來 口裡不停問候著這個算命佬 也向著這個算命佬打算衝過來 場面再次陷入混亂 雖然我覺得這個算命佬本身是活該 但總不能夠看著他鑊生被人打死 於是衝上前面把那些人攔下 但是這些人站在那個巨獲前面 由於角度的緣故 我需要兜過這個湯水 我才可以來到那個算命佬前面 結果我這樣一衝 我感覺到我踩到什麼東西 我倒下頭一看 竟然是一隻手指 一隻人的手指 雖然煮到半熟 但我還能夠清晰地了解到 它是源自於一隻人的手掌 緊接著那些衝上前來 準備打算命佬的村民 都停下了腳步 人群當中 煞時之間呈一個死一般的直症 每一個人都露出極度驚恐的表情 有些人直接蹲下 開始吐起來 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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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被煮了太久 整塊臉都變得很模糊 紅蕩蕩的 眼珠都飄出眼框 頭髮已經煮成一堆一堆 整個人都膨脹了 黏著一些很詭異香濃的氣味 有一種令人忍不住想吐的衝動 不過我的第一直覺 突然之間想到了一個可能 屬於鑊底的屍體 就是老知書失蹤的兒子 為什麼會這樣? 不是說做這個魚的時候 幾乎所有人都在旁邊看著嗎? 是什麼時候這個生丫丫的人會去到這個大鑊裡? 而且無色無色的被人煮熟了? 這個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QK的事? 但是就算我再不相信 這個煮魚的鑊底竟然藏了一個人 準確地來說 應該準確地來說 是一具快煮到爛的屍體 這樣鐵一般的事實放在面前 也不能選擇我們的忽視 一陣有一陣強烈的嘔吐聲從我身後傳過來 所有人看到這個慘狀 胃裡都忍不住酸水向外湧 至於那些喝過魚湯的人 就直接趴在地上 連黃膽水都吐出來 死了人又是一宗命案 留公安的人就沒空了 立刻上前 叫周圍所有人幫忙把這個鐵鍋搞開 把裡面的屍體弄出來 他們還命令所有人不得離開 到時候對他們要逐一盆茶 一一對質 看看到底哪一個這麼窮凶極惡 竟然將這個人鑑生地煮死了 身總知道這次遇到高人了 立刻走上前去 和這個算命先生握手 說明了我們的身份 而這個算命先生也比較和善 自我介紹 我就姓劉 我姓劉 家裡排名老三 你們可以叫我劉老三 這次來是因為我一個同門的師兄弟 他叫黃陽神 聽說就死在這裏 我就過來看看 處理一下後事 順便查一下原油 也好和他家人有個交代 是嗎? 這個人說話不卑不抗 也算是一個比較厲害的角色 身眾向他請教 你老人家認為 為什麼在做底下會有這樣的人呢? 有誰可以在這麼多人的眼皮下 做到這種事情出來? 劉老三合字一算 轉頭說 這個不難嗎? 我曉得這鱷魚一直都有人看著 按理說 不會有這樣的事情會發生 但是你們不知道嗎? 你魚過白就成精 唐室更是凶狠 成精之後 能夠吞人的魂魄 壯大自己的身體 並且能夠分泌一種迷惑的身體 擾亂別人的意志 就算是死了 明明可臭的氣味 但這種腺體的影響下 也顯得香氣是日 從而令到這些村民有了象牙白 不要說一個這樣的失勾勾的人 就算一幫人都視若無睹 這些年來 無數人莫名其妙地在山裡淹死 孟革路爾也曾經兩度撞過邪 這樣說明 這個巨型唐室迷惑人的本事真的很厲害 不要說普通的村民 就算是我們異科裡的人 能夠聞得出這個氣味有些不同的 幾乎是沒有 這樣解釋也行得通 身眾見到這個人說得輕描淡寫 舉手頭髒之間透著一個太然自弱的氣勢 於是就有心結交她 但是她說還沒說出口 只聽見旁邊的老支書撲上來 直接跪在那句煮熟到爛的屍體旁邊 放聲大哭 哈哈哈哈 我的兒子啊 好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們下集再說